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台湾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主啊 我们可以有实体崇拜 虽然这个实体崇拜只能够暂时维持两个星期 我们不知道之后的疫情如何 但是爸爸我们为着这两个礼拜的这样的实体的崇拜 我们有五十位的弟兄姐妹可以回到教会来一起崇拜 一起来敬拜 主啊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 我们在面对这将近两个月 台湾都在一个三级警戒里 主啊 我们真的看到每一天的新闻所冲刺的 主啊 不是死亡 就是恐惧 就是害怕 就是谩骂 主啊 甚至很多的彼此的互相的 主啊 这些的政党对立 主啊 我们真的看到好多好多负面的这些的新闻跟消息 可是主 我真的向你献上感恩 主 你保守我们 一切都平安 虽然台湾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 我们只能献上崇拜 我们不能去跟我们所爱的家人见面 甚至我们可能是医护人员 我们都不能够回家 可是主 真的 你恩典临到台湾 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愿你的恩典继续扶持台湾 虽然疫苗不够 虽然人好像那个心都没有办法定下来 但是求神你的恩典拥抱台湾 求神你的同在拥抱台湾 不管是医护人员 不管是我们身处在每一个各行各业的人 主你的恩典都大大的与我们同在 为着我们可以回到教会来崇拜 我们为着可以回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你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为着我们的家人一切平安 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也保守我们一切 主啊 都没有任何的损失 也愿你亲自你的眼目 骗查全地 骗查台湾 主啊 你如同母亲一样 将台湾拥抱在你的爱中 主啊 你使台湾大有平安 耶稣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愿你施恩的手 继续地在拖住台湾 继续在台湾 而且将两千三百万的百姓 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的救恩速速地临到我们 愿你的十字架从东到西 从北到南 主啊 你的十字架在台湾 因为你要让台湾的百姓 看见你的救恩 耶稣 谢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愿台湾兴起发光 成为荣耀你的台湾 成为荣耀你的国家 谢谢主 听孩子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